孜然的味儿开始烧味道 原来是怀恶鲁 后来搬行化节 这因为重中原因 它搬来搬去 最后又开到这儿 这一看病子 就炉过了 想起来这味道 这应该是旧纪念都开了 旧纪念都在怀恶鲁 确定是旧纪念 对 是吧 导演 对 这个旧纪念后就是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我这一喘 旧纪念后不是招那个刃了 就这个点 从哪一年开始呢 94年 又不啥叫小会呢 得实惠嘛 哎呀 是这个意思啊 对 是吧 那你要是叫大会 是不是大就更邪认 那大家得实惠 对 是 是吧 这样一听 老会 老得实惠 哈哈哈哈 1994年开始营业的泡膜馆 原来这就是90后的意思 听很多人说 它也代表了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 主单的特色彩 特色彩就是泡膜 泡膜吃的还紧到 味儿还再紧 味儿倒也紧 它不是个糖厚 膜泡到一定程度吃的特别好吃 糖味弄 感觉着这就是烤出来的糖 泡膜不加绳 有了吃了泡膜再厚一会儿再吃 泡膜直接就是做的时间有点畅了 吃的就是比较软嫩 然后 软 太紧 对 然后它那个糖比较悬 就是厘头 摸厘头没有那个硬形 对 是吧 对 让我问一个问题 你问吧 打个那个厚一会儿 就是泡一会儿 不是 主要我再打这个字 我再打这个字 那是乱了啥意思 有天热的情况下 喝杯啤酒 然后再吃碗泡膜 美哉妙哉 你觉得啥意思没有 没有 就是中间一家 就是打着泡膜 面一出来吃好软的啤酒 吃到一半了吧 吃到一半 汤汁还是很多的 不是 它这一碗不是很美 你看这一碗 你那是泡膜吗 是泡膜 你看到这个糖 我看我感觉你是像冻沫的 我给沫吃的差不多了 这碗是15块钱 小份儿14大份儿15 这是真爱可疼的 没有这么疼 分调 加了分调 这个海带籽 这菜都能夹 夹钱吗 好像没夹过些 你就给他说多放点儿就行了 多放点分调 多放点那个现场籽 对对对 把泡膜换成肉 对 嗯 像多了咱俩 汤纯味后 大肉块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 要来增加配菜的数量 据说这也是传统老馆子里 很独特的售卖方式 但是说到所有人都推荐的底汤 在师傅口中说出来 意思又不一样了 尿了汤是吧 对 春一样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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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葡萄汤 嗯嗯嗯 哎呦 那这确实是半粒 喝汤车子就半粒 哦 像这个汤大概需要熬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 啊 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 就熬半个小时 没太高半个小时就是 哦 没 这意思 早上熬半个小时 中午饭半个小时 这晚上是半个小时 是不是没听明白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羊骨熬汤煮开之后 转小火慢煮 到饭点的时候 再大火煮开半个小时 这时候的汤 做出来的泡馍 就形成了 汤醇味厚的口味了 它这个味道 没有说像那个鲜泡馍 那么重的重口味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 略在清淡一点的 但是味道还是很浓的 那种鲜味 然后带着淡淡的香味来的 嗯 泡馍 在里边你吃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滑爽 比较软的 多少还带上一点嚼劲在的 这个味道 就是属于咱郑州的味道 应该还是属于这一片的一个 特有的一个味道